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是小宇 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手 1月25号周深的最新单曲《望》正式发布 作为华与乐坛最吃手可热的Vocal 周深现如今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说 新歌上线不仅引发一阵骚动 更是惹来了大量的网友前排为观评论 首先我们简单的聊聊《望》这首歌 和周深以往的作品有些许的相似 在声音的处理和情绪的填充之上 都秉承了一贯风格 但是伴随编曲的不同 整体的感觉会更加有力量 而且是这种蕴含着希望的力量 不能不说周深在这方面的确实厉害 他总是能够完美的融入到歌曲的意境里 将创作者想要表达东西激发出来 对于一名不怎么参与到创作的Vocal来说 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虽然属于基本操作 但是却依然碾压了绝大多数所谓的歌手 周深确实是一位值得培养的顶级唱将 不过老粉应该都发现了 随着新歌的发布 周深打工人再次被实锤 2021年还没过一个月 他竟然已经发了五首新歌 这效率足以横扫大部分同行了 这份成绩一方面提出了周深的工作实力 另一方面呢 其实也展现出了周深在圈内受欢迎的程度 因为仔细观察 周深在最近发布的歌曲就会发现了 基本上每一首都属于OFT或者是活动推广曲 投资方肯定不会做赔本买卖 既然都愿意选择周深 那么自然就意味着他具备这个商业价值 换句话说 这是市场对于周深的肯定 不过相比于这些 有两个重点更值得关注 一切勿操劳过度 周深打工人的身份 早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 2020年大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之下 都能够延满100场 发布30多首新歌 足以看出他的努力 但是这个频率怎么看都有些过高了 没有人会是铁打了周深 也不例外 能够理解周深的团队 是想要在巅峰上多接一些活 但是大量的OFT加上晚会演出 此外还有各类综艺节目的录制 这工作量明显有些超负荷了 这对于周深本应而言 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一切还是以身体为主 二 新歌旺 成为了转折点 开启全新标签 一直以来周深不会写歌 都是很多人诟病的点 甚至不少网友表示 他不配走到这个高度 但事实上周深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创作品 早在2018年发布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有网友发现了 作曲一栏赫然写着周深的名字 而这次新歌《旺的创作》里 周深罕见的参与到了和声编写的部分 虽然并不是全部独立完成 但是很明显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意思 如果以周深唱功和嗓音为基础 最后再加上了原创的一个标签 后续发展恐怕会不可限量 成为花乐团新的心境音乐人 也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非常期待这身独立创作的歌曲诞生 从词曲到编曲甚至是音效处理 相信一定会非常敬言 一个好的歌手 必然会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理解和想法 等到那个时候 周深将再次绽放出光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树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